来澳洲这边 阳光沙滩比基尼 男女比例3比1 我的一厅 哇去 这可以啊 哎呀妈妈 我出国了 纯纯的希望 第一句话 还要speak chinese 千万不要学 因为一点暖用都没有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北吉林的法院师 我叫Louis 来澳洲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了 做这个美发行业 从业差不多有十年的工作经验 目前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作业美发团队担任分店店长 我刚换的房子 所以说它比较简陋一点 这边房租的话 一个月水电没往全下来 也就是178左右 不到2000 它这个房间 它是一个空的 地厨什么是带的 但是家具什么都没有 室内是澳洲不可以允许错验的 我一般就是在阳台 这边就是没有书的一个书房 我比较喜欢这个窗户 因为这个阳光比较好一点 这边就是主卧里边带一个卫生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公寓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在国内 我那年是20岁 我记得 然后也不知道在国内有什么更好的发展空间 也不知道以后未来的路会怎么样 以前不知道澳洲这个国家 被骗了吗 一旁在布里斯班 阳光沙滩比基尼 南军比例3比1 给我描绘满屏都是大长腿 出门遍地剪荒语 我这一听他给我描述了 卧靠 仙境啊 结果来了这边的时候 挺荒凉的 然后也不像是国内那么车水马龙 最开始没想过留在这边 就是说想几年回去之后 因为家里就一个孩子 那你说父母老了不得依靠你啊 也没什么更好的途径 说是想留在这边 结果后来就遇见了我女朋友 然后就人生轨迹又开始改变了 能尽可能地成为一个顶梁柱呗呗 承担起你在你应有的年龙段中 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我刚下飞机的第一天 我老板回国了 然后他给我一个月时间 接听电话用英文 然后跟客户用英文沟通没问题 技术还要一定的提升 我回来你要是还是像这个样子我就不要你了 给我吓的 我真是吃不了饭了 怎么办 当时就是给我的感觉 哇 工作在这边真的很需要珍惜 你出了这个门之后 你可能没有收入来讲 你就不知道第二天你吃什么 我从小我妈对我来讲就是放羊次生长 给我拿了2000澳币吧 就人民币大约1万块钱左右 然后在国内我花了4000多 过来的时候 哎呦我的天 耗死的一个房间 一个月房租是600块钱 交完房租我就傻哑了 我说兜里一共就一闲 交完房租我怎么生存 就去超市里 就去买那些面包什么的 就一看 哎呦 牛奶便宜2块钱 一帅人民币10块钱 OK 这个我吃得起 最简单的那种面包 加一瓶牛奶 我扛了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我带你们转一下这个小区 我比较喜欢这个咖啡厅 每天早上下来之后就是上班之前 一杯咖啡 就是我们这边是差不多你工作当店长 当三年以上的话 公司是给你配车的 10万以内的他给你交手负 我从小我不读书不读得着 15岁就不念书了 然后15岁是做的这个行业 国内的是时候就是一个书包 没出东三省 但是东北那一片四处走 刚来的时候真的可以算是 十指不沾 杨村路到后期了之后 煎炒烹炸 什么都会 这个就跟着我南征北站的一个 对了 这是 女朋友给我煮的茶叶蛋 你要吃一个吗 东北烤串 每个人都是最优秀的烧烤石 天生的 这个就是我们总店的一个门店了 这个是我们店里的 特别资深的一个房子 叫Jacky 那这位就是我们品牌创始人 李欧 老大 哎 艾伦哥 哇天好久不见 哈喽 在练习是吗 为了生活嘛 那我从家里 我不读书了之后 家里就没有钱养你了 你自己学的自己去生存 去餐厅当过服务员 去修车厂当过喷漆工 哎呦 那个时候就十十五岁那一年嘛 但是后来都是以失败高中了 最后是一个阿姨跟我说 哎呀 你干美发去吧 最不喜欢的就是理发 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一些小流氓小混混 都是在学校门口读你 染了五颜六色像鹦鹉一样 我这 这东西 这不跟他们同六和五了吗 我忘了没想到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他们团队中的一分子 这真的是命运的堕折 真的是太坎坷了 对 上班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搞定头发的 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啊 从古至今都是先看罗伊后看人 一个好的形象才能更好的服务客人啊 我为什么选择这一行业啊 阿姨说第一呢 风吹不着 雨晒不着 穿得体面一点啊 也没有什么出体力的活 你能想比较轻松一点 我说 这挺好 最动物性的一点 我说 你接触女孩儿子 你将来好找媳妇 就这一点 我说 不行 就干这个了 其他不干了 澳洲水质偏硬啊 你看这个法机线 它慢慢的它会向后移 其实小伙手势手势打扮打扮还是挺帅的 因为我正常是10点到7点我们工作时间 但是还有额外的 比如说客人你6点50进店 我想要坐下趟上 你不能说拒绝客人嘛 对不对 不要求你加班 然后他也是提倡的是你最好不要加班 但是没办法 因为有很多店是新开的 它的客源还没那么紧 周一周三都是属于这特别淡的一天 工作日五六日这三天是没有时间几乎去做自己私事的 对于我来说 除了语言稍微有点障碍 其他我还OK 因为相比较做我们这行业来讲 学历不是特别的高 你知道刚来这边的时候就是 把你想要说的话 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壳 然后拿张纸写上英文写上中文 在公交上就说说背一背 然后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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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转就会了 你有那几句话是比较实用的 我先说不实用的 第一句话 可要speak chinese 千万不要学 因为一点暖用都没有 研究所sorry i don't know 你接不下去 你知道吗 这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 就是我们工作上常用的一些短句 墨尔本 像澳洲来讲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咱们中国国内的话 南北 人文文化都有差异 就更别提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国家了 它面对不同种族 不同人群 不同客户群体 不同年龄段 当地客户偏欧尾峰一点 它面目曲线 线条比较硬 所以你不能给它剪得很柔的那种 但是咱们中国国内的女性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柔和一点的 它更多的是小家碧玉 温婉可人 风格相差太多了 那你就是需要去学习 然后去融合 然后之后不同的人给它不同的建议 我们最开始做这个行业都是从起头开始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它在这个手这一圈 它都是会起那个 因为长期接洗八水 然后严重一点的都会裂口 给客人洗头发 正常的服务接待 然后护理 然后是烫染 最后是涉及到检裁 差不多是一到两年能接触到检裁方式 不用心的那种情况下 三到五年的还是做助理的 我也看的比较多 晚上就是说没有钱的时候会不会彷徨 其实我彷徨过很多次 很多次都怀疑人生 我最惨的一次就是在学员的宿舍里 这个跟我妈 爸妈都不敢讲的 没钱买票盔甲 在那个宿舍里边吃出抠硬币 找到了6块钱买碗麻辣烫 下去买单的时候发现麻辣烫涨涨价了 6块5我去就差这个墨钱 你知道吗 当时给我吓坏了 我说这也不能吃霸王餐的 左翻右翻 我都想过了要不要因为这么多钱 我去抵押一下身份证 店里的一个同事他刚好也休息 回来救了我 那时候那碗麻辣烫吃的可太香了 我平时下班的我比较喜欢 就是来这边吃一些东西 打包一下外卖 这里就是一个华人超市了 然后那边是麻辣烫 再也不想吃了 那是我的痛苦回忆 我们三几家店我是需要经常跑的 这个就是我平时拍摄视频主要用的一个小工具 我平时的视频都是这么去做的 就是把这个支架我会架在这个桌子上 自己把剪刀是跟我南征北战好多年的 像这一把就差不多人民币要差不多两千块 它和正常我们家里用的那种它不太一样 它这个一定要求简任一定要平和 我们在切口下去的时候不要让头头跑掉 这样的话做完了之后 它这个纹理线条感才清晰 然后基本上像我们客户做完了之后 都会继承一个发型的流念 来美女麻烦你站在这里可以吗 测一点点身 然后一点点低头 一点点低头好 保持不动 做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以为就是说你做发型师来讲 你会接触很多女孩子 客人排好的时间还能好说一点 客人如果排不好的话 特别特别忙的时候那真的是挺忙的 各个节日 除了过生日和新年 我不怎么加班以外 其他时间我加班数比较多了 我们这边发型师最基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量是 要求是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保底是30-35万人民币之间 下午我还要去Clayton 然后哪里约客人 基本上在这边就是以City为中心 哪个店客人离得比较近 我可以安备他们一天的时间 我四处去走一走 出门在外来讲吧 就是好多时候就是跟家庭就是没有很密切的这种联系了 我距离上一次跟我妈视频已经是差不多一个月了 基本上晚上就是发发语音就直接睡了 因为太忙太累了 然后又跟国内有时差 尤其像我们九年后这一批人他都是独生子 很多时候就是父母会担心你 他关心你在国外的生活状态 但是又无力 无能为力去帮助你 总是能接受到一些60秒无敌方阵的那种语音 你刚开始听一条听两条还OK 你听个十条八条的时候到后期我就不听了太麻烦了 我不是什么大孝子 但是这一点我能值得骄傲的点是 我来这边五年 我85%的时候我全给我妈了 我在这边我每个月我只留我自己固定的开销 房租 生活费 然后就OK了 其他的我都回国内了 满意与否 这个东西 人类懂得居危事案的不能永远都在温室里这样的 我是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点 我觉得我可以更好 人是随着时间的进步不断的会去变化的 生活质量的提高 包括你的眼界 在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相比较生活上来讲 你稍稍努力 你完全可以稍微的达到一个你满意的一个状态 不求光药门眉 但求意见怀想 那既然你都已经选择就是说开始人生新的一条道路了 那你既然你选择那你一定要给他走完 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